服务业贡献给台湾的GDP将近有七成 商发院的董事长徐承仁 他提到了企业永续经营 强调的就是要不断创新 而且要做出差异化才能够成长 专注眼神面带微笑 徐老师上课展露出自信 台下许多企业经理人认真做笔记 更用手机把简报拍起来 提到企业永续化经营 商发院董事长同时也是全联总裁的徐承仁说 要创新更要做出差异 还要把价值延伸 服务业精致化才能够不断成长 还是要回归到顾客的需求 因为根据顾客的生活形态的转变 那产业自己本身提供的产品服务 也要跟着转变 才能够不断的成长 服务业贡献台湾GDP有七成之多 拼毛利及拼劳利的时代已经过去 商发院要分享服务业如何透过大数据分析 有效掌握市场变化及客户来源 协助企业走出台湾寻找新商机 几次的厂格里面推出来之后 现在是有蛮多的厂商 希望能够跟我们做合作 包括零售的业者 包括餐饮的业者 包括健康照顾的业者 这三个行业 目前是只要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客户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可以协助国内的厂商 真的可以往中国大会跟东南亚去走 根据统计 去年整体服务业研发支出只有八百万 投资金额相当少 面对全球化竞争 未来企业面临产业转型 创新及模组化 需要持续研究来支持产业永续发展 政府及中小企业 绝对不能轻易忽视 戴军影城届 台北报导 都可以认识 在优 kalau 请按计划 请按计划 和在这边 看看 很多